到达了猛兽体验区 准备戴好口罩进去 带大家好好参观一下 请您全程正确替戴口罩 发车了 先往猛兽体验区 近距离的和狮子牢骨 棕熊大象 这停着好多的观光车 来到猛兽体验区 猛兽体验区 分八个展区 去看棕熊 看到好多的熊 在路上 距离太近了 中间是有空的 野性十足 他们非常的饥饿 想要投喂这些棕熊 必须使用这种小签子 从缝里 看一下 这些棕熊 在喷泉下面呈凉呢 熊站起身来 看这只熊太大了 不给他拍拨 你吃小孩吗 这个嫩 又来了一只棕熊 棕熊的嗅觉特别灵敏啊 他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这是老虎的生态园 有山泉水 看到了一只东北虎 两只东北虎爬在这里睡觉 大家看 看那个大老虎 在这 看见了吗 大家看 大老虎看见了吗 怎么睡觉 我天天睡 看不见 还怎么还进来了 先进 快来看一下 成群的白虎啊 趴在这里休息呢 这应该是孟加拉 有一只老虎要吃肉了 把这肉都喂给他 后面的小熊吃也来了 五彩石堆 在笼子里看到了狼群 这一共有九只狼 这还有一只单独的狼 下面是狼的洞穴 他在捕猎 哇 速度非常的快 这两只狼在抢地盘 他把牌子夹得好 一坨 一摸过就 快看 这家 第一次这么近的 这个狼 那叫兔有狼 他应该是有一个 头篮 有什么也没三天 你从侧面的 看着一个 他不可能被咬掉了 在左侧的 再看一下这只斑猎狗 右侧的底下来一只 右侧底下来一只 在路上一共看到了三只斑猎狗 眼前的这只是最大的 又有一只过来了 观光车到达了狮群 前面一头掌松茅的 这就是熊狮 上面那是 石子底下 没掌松茅 有松茅的是熊狮啊 看体型 超过了2.5米 哇 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 看这只熊狮 这一共有八九只狮子 上面是母狮啊 下面是熊狮 后面是有肉的 趴在树洞上面的都是瓷狮 水里还有鳄鱼呢 小的应该是羊子鳄吧 来到了非洲环境 在我的对面好多的花豹金钱豹 在亭子下面休息 看其中一只花豹 正看着这辆车 这点长了 这得休一休 看没见到 站起来 你看 那腿 这草原人跑最快的动 正在穿越大杂肚 猛兽霞体验区 这就体验完了 下个视频徒步继续带大家参观 北区永览项目